哈囉哈囉 我現在在高雄的巨蛋 對 漢神巨蛋 然後現在是平日喔 不過有夠多人喔 大家都應該有看到 哇賽 到底是不是經濟變好了 所以你們看真的好多人喔 現在是平日 平日的下午大概是3點多左右 哇真的是 我感覺高雄真的經濟觀光啊 人潮真的越來越多了 你看平日耶 平日耶 會不會有點誇張 好那我們現在走到外面來看一下喔 好那當然呢今天我們來到高雄 也是要來問一下高雄人 到底對於現在韓國瑜市長的政績 有沒有一些感覺呢 哈囉你們好 我們在直播跟我們揮揮手好不好 來 跟我們揮揮手 Live streaming 喔 日本的 喔 日本的 日本的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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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嗨 嗨 好很可愛喔 遇到了日本朋友 好我們現在在這邊再繼續的走一走 看看 哈囉 哇你們好酷喔 跟我們揮揮手 來來來 哇好帥氣好漂亮 非常酷的 年輕人喔 欸現在我們前面看到有一位遛狗的姐姐喔 我來問她一下 哈囉妳好 我們在直播喔 跟我們揮揮手 嗨 妳是高雄人嗎 對 欸妳今天出來遛狗嗎 怎麼會今天有空呢 因為現在是平日嘛 對啊 啊怎麼有空 剛好休假 剛好休假 然後來找朋友 來找朋友 那妳是高雄人嗎 也住附近嗎 對 那我想問一下喔 因為妳是高雄人 我們就還蠻好奇的喔 那現在韓市長他上任之後 對於這些政策妳有沒有最有感的 妳覺得如何 嗯 覺得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欸那像之前有淹水啊 那他就是挖了很多的淤泥出來 那妳覺得退水有沒有退的比較快 還是妳家根本就沒淹水 我家根本沒淹水 妳家朋友妳好幸運喔 雖然我不知道欸 可是朋友的狀況呢 蠻有聽說欸 那妳覺得他現在要去選總統妳支持嗎 不怎麼支持 不怎麼支持 欸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好像他做沒多久 然後我也不太知道 他到底適不適合就是 當總統 對對對 好像做沒多久 然後就去選總統了 嗯 覺得心裡有一點 好像應該要當好市長 對啊 應該當好 然後看一下他的政績如何 嗯 再看看吧 再看看 那因為他每天都是他的新聞 所以除了因為淹水妳比較沒有感覺 那觀光呢 人潮 觀光好像有一點吧 一點點了 人確實有變比較多一點啦 對啊 那除了還有清淤 那鋪路呢 欸這路平應該有沒有感覺 嗯 路好像有一些 也覺得有啊 一點點 那你會不會希望南台灣有一個大機場 蛤 就是因為它有一項政見是國際機場 在高雄設一個國際機場 就關於這一點 那你的感覺呢 你會不會希望說南台灣有一個大的國際機場 我覺得是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應該很難實現吧 很難實現 欸不過講到難實現摩天輪8月 然後賽車10月25號SDR要來了 嗯 是確定的嗎 欸8月是好像有三家廠商啦 要來評估 那就是可以發包嘛 看他們的評估怎麼樣 那萬一不能實現的話 搞不好我們土質比較不適合 或是anyway 但是他都有一直不斷的在做事情 那你覺得如果說市政做得好 國政是不是小地方展現大能力 國政你會不會對他比較有信心 我覺得我還是會多觀察一下 多觀察 欸你很不錯喔 顏值有物又非常的中立 那我就讓我們再看下去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非常棒 非常甜美的一個女孩子喔 所以說雖然剛剛那位年輕女生 她這個立場還算是蠻中立的 再多觀察看看 但是陸屏她有感覺 觀光客有感覺 然後相信之後她會覺得有一些政策 可能像是大機場啊 不知道會不會實現 但是如果摩天輪然後跟SDR賽車 都能夠做起來的話 我相信韓市長的政見會越來實現越多 然後大家對她就會越來越有信心 那在這邊要講一下SDR賽車 她雖然不是F1 但是看得出來韓市長真的非常的努力喔 那為什麼不能辦F1呢 因為我們高雄沒有機場可以停下波音747 然後這個F1賽車需要波音747載過來 所以高雄大機場真的很重要 而且如果能夠有一個非常棒的國際大機場 像新加坡這樣子的話 我跟各位保證喔 所有的觀光客或是想要轉機的人 一定都會為了機場來到高雄轉機 因為像我自己喔 我就會為了轉機 選擇我愛逛的機場 欸這個很重要欸 有時候轉機是7個小時 8個小時在那邊等欸 那這種時候萬一機場很無聊的時候 喔這天啊 對我來說簡直是一個夢魘 所以我覺得大機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定可以帶進很多的人潮 那有人來轉機之後呢 欸他很有可能就在高雄停留個兩三天 對不對 出進台灣稍微玩一下 再到他下一個目的地 像我自己去澳洲的時候 我都會在新加坡轉機 然後在新加坡玩兩三天 所以一趟旅程可以玩兩個地方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大機場大機場一定要成功加油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一看 哈囉哈囉你們好 跟我們揮揮揮手 高雄人嗎 對 你上次有去直播那個香蕉品 對對對 對阿你今天來幹嘛 今天就是來看一下 大家這個怎麼平日 換神巨蛋這麼多人 對對對 想說來看一下 對阿 好那你們拜拜 拜拜 好有遇到有認識的齁 還蠻開心的 哇然後我們來看 然後這邊我覺得在辦一個 還蠻棒的一個活動 來有沒有看到 喔高雄閱讀節 其實我發現為什麼這邊會這麼多人 因為不但這邊有一個百貨 然後有閱讀節 然後現在 旁邊還在做寵物展 然後我現在看到一對很可愛的 欸這真的太猛了啦 欸這真的太猛了 你剛剛在拍他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在直播我也要拍一下 欸你這真的太猛了吧 太厲害 這幾公斤啊 這個10公斤 欸不止喔 你要搬去哪 那你忍心看到他這樣 太重了 忍心是不是 好好好 我確定一下是朋友 好是 你們是哪裡人 高雄人 高雄人喔 好好的 祝你們今天愉快 他這個班太重了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訪問 我怕 我怕他會受不了 君君這一次來南部工作呢 也要順便響應一下 韓國瑜市長的觀光 所以我把所有的東西喔 都沒有從網路上買喔 我就是等著來高雄買 所以現在今天我手上這支自拍棒 還有我現在用的耳機 全部都是在高雄買的 然後現在我還要去 漢神百貨買我的化妝品 所以就是全部來高雄買就對了 走我們去買光吃光花光光 好結束了今天一天的行程 然後早上的時候呢 我吃的是這個 這個是從杏仁哥那邊買的 而且我吃了十個喔 我吃了十個這個餅 然後現在呢 我要來吃我最喜歡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這邊 是在高雄工作 然後 有好朋友介紹 香味海產粥 然後我每次都吃一個這個麵線 然後再配上兩個鹽蒸 我是一定吃得完 太好吃了 好我要開動囉 哇我終於吃飽了 好開心喔 而且我是全部吃光光喔 連裡面的芹菜啊 還有筍子都吃光 然後吃完之後呢 還要吃杏仁哥送我的這個甜餅 作為飯後甜點 然後就可以很滿足的回家啦 好那現在呢 我要再繼續吃甜餅 然後要回家囉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剛剛那一句叫做 日文我吃飽了 為什麼今天會講日文 因為剛剛遇到兩位日本朋友 我就想起了我以前學過的日文 好啦那真的要離開囉 我們下次見拜拜